那么大家知道一块磁铁 一块磁铁 一块磁铁呢 放在这个虚空中 无论放在桌子上 还是把它悬挂在我们教室的中间 以磁铁为中心 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叫磁场 磁场 为什么会有磁场啊 因为有磁铁 为什么会有磁铁呢 磁铁里面含了磁 加了磁了 这块石头有磁性 释放出一个场叫磁场 这块磁铁如果被削磁了以后 它有没有一个场 因为它有磁性 所以释放出磁场 然后 所以有个场 这个石头被削磁之后 它有没有一个场 没有场 很多人腰头都没有场 不是啊 那我们这个盖这个大楼 有没有磁性 没磁性 有没有一个场 有 物理场 没有磁性的场 所以是当磁铁被削磁之后 它还有个场 但是不是磁场 是物体场 是因为这块石头在 它有一个场 因为它在虚空中 虚空中 它占了虚空的一个空间 它就会在虚空周围 释放出一个场性来 只不过是一个有磁性的场 一个是没有磁性的场 OK 人体是个物 你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躯壳 六道众生体 它都是一个物 都像个石头一样是个物 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 他认为 因为他的生命体 可以产生性 性命双修的性 性别的性 一个树心 一个生 因为你的这个 在无奇里面 虚空中 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中 生出了一个体 这个体就是 你的腹筋膜卵结合的 受胎体 以至你十月怀胎之后 生出来的身体 那这个身体 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生命体 它的特点是因为 有性 性别的性 男性女性 但是不是这个性别的性 是男性女性 去掉男女的那个性 是生命性 你看中文的性别的性 是不是一个生命的生 这边一个树心 两个点 那树心是一道光 两个点是一阴以阳 把它连起来 就是DNA 所以今天科学家发现 万物的生成 都是DNA 密码生成的 所以一个生命体 是活性的时候 活性的时候 它必须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 这个生命体 像磁铁一样的 这么一个物体 身体 这个身体里面 要有磁性 但是你现在的身体里 不是有磁性 是有生命性 性别的性 是有性 天命之位性 是这么来的 有这个性 所以是你这个人体 呈现出的一个 身体场性 在外人看来 你是死的还是活的 死的还是活的 这都不知道 我的老天爷 活的吗 你因为能够生生不息 你不停地产生光 是吧 你有生命光 是不是 就是活体 是活的生命体 活的生命体 一定有一个什么 气场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气场不好 不也跟他在一块 这个人场性不好 浑身臭烘烘的 不也跟他在一块 这就是这个生命体 形成释放的场性 这个叫玻璃二向性 由粒子 你身体有很多的粒子 粒子产生波动 形成了一个生命场 这个叫天命之位性 帅性 帅性 这味道 这味道 帅性